哇 飞币侠带着100元硬币来到了贩卖机这里 哇 弹出来了一个绿色的大薯条盒子 我们快来看看里面都装些什么吧 里面有一个绿色的小飞币侠 他的下面还能当照明灯呢 真好玩 还有一个红精灵妹妹挂坠 爱学习的红精灵妹妹还带了一个小书包呢 咦 这是什么呢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吧 小朋友们 你们猜一下 你们装了些什么 哇 原来是巧克力 飞币侠 快来尝尝吧 飞币侠上来就吃了一大口 哇 真是太好吃了 快让我们来看一下红精灵妹妹挂坠吧 是不是很可爱呢 按一下他的小肚子 还能照亮呢 我们快来看看小书包里面有什么吧 打开它 哇 里面装了一本国语词典 快把它装起来吧 快看 琪琪也来贩卖机这里买东西了 看看这一次她能买到什么样子的东西吧 哇 弹出来了一个蓝色的大薯条盒子 让我们看看这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的小伙伴小丽亚 咦 这是什么 让我们快来打开看看吧 哇 原来是一大包薯条啊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快让琪琪来尝一尝吧 真好吃 小丽 你也来一个吧 快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有戴斯 还有一个三烟仔的外卖车 我们快来给戴斯戴上帽子吧 再给他安上帽子 再给他安上帽子 戴斯是不是很可爱呢 这个三烟仔的外卖车 开上去可真的快呀 好了 她要去送外卖了 我们的小伙伴乐迪 也被贩卖机所吸引 快看看她这次能装到什么东西 哇 弹出来了一个红色的大薯条盒子 让我们打开看看吧 小朋友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让我们来打开看看吧 哇 好好吃的样子 闷起来甜甜的呢 赶快让乐迪尝一尝 嗯 脆脆的 真不错 里面还有一个采泥 和一个恐龙蛋 我们来把恐龙蛋打开吧 哦 是一只红色的小甲龙 是不是很可爱呢 赶龙慢悠悠地走着 看样子心情不错呀 我们再把采泥拿出来 按压一下 下面我们把采泥用擀面杖擀平 然后放上模具 按压一下 带上盖子 带上盖子 大家猜出来是什么了吗 哇哦 是佩奇呀 还戴了一点美丽的帽子 接下来我们来给可爱的佩奇 做一个冰淇淋吧 放上冰淇淋的模具 哎呀 再把奶油盖子压上去 然后一个冰淇淋就完成了 采泥真是太好玩了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薯条贩卖机 就玩到这里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订阅哟 好 那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